太上老君说 长清静经 太上老君主 老君曰 大道无形 生育天地 大道无情 运行日悦 大道无名 长养万物 无不知其名 强民曰道 福道者 有清有浊 有动有静 天清地浊 天动地静 男清女浊 男动女静 降本流没 而生万物 轻者浊之远 动者静之机 人能长清静 天地西皆归 福人神耗轻 而心扰之 人心耗尽 而欲迁之 常能浅其欲 而心自尽 承其心 而神自轻 自然六欲不生 三独消灭 所以不能者 唯心未尘 欲未浅也 能浅之者 内观其心 心无其心 外观其心 外观其心 行无其心 远观其物 物无其物 三者 即物 唯 见于空 观空 意空 空无 所空 所空即无 无无 意无 无无 即无 湛然 常急 即无 所急 欲起 能生 欲积 不生 即是 真静 真常 应物 真常 得性 常应 常静 常 清静 以 如此 清静 渐入真道 即入真道 明为 得道 虽 明得道 实无所得 未挂众身 明为 得道 能 勿之者 可传 圣道 老君曰 上世 无真 下世 好真 上 得 不得 下 下 得 值得 执着 知者 不明 道 得 众生 所以 不得 真 道 者 唯 有 妄 心 既 有 妄 心 即 惊奇 神 即 惊奇 神 即 着 万物 既 着 万物 即 生 贪 求 鸡声 贪求 即是 烦恼 烦恼 妄想 忧苦 生心 便 遭 着 入 流浪 生死 长成 苦 喊 勇 诗 真 道 真 常 知道 悟者 自得 得 悟道者 常 清静 以